因为无疑间触碰了一具神秘的骸骨 女人的灵魂竟然穿越到了三十年前 一个早已死去的男人身上 为了验证自己是不是真的穿越了 她利用男人的身体在树下埋下了一本运记 没想到再回到现实后 那棵熟悉的大树真的还活着 刚巴拉几下就发现了装有日记的袋子 见到这一幕丽亚满脑子问候 没想到穿越的事情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更让她坚信的是尼克的死一定不是自杀 接着她找到自己的闺蜜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闺蜜却以为她得了妄想正在这里固扯 直到看到日记后 她才隐约地感觉到丽亚也许并没有说话 接着两人来到警方的发布会 虽然找到了骸骨 但近三十年来失踪人口打上万人 短时间内他们很难确定死者的真实身份 听到这一幕 人群中的一个胡子男立马慌了 介绍说自己就是尼克的弟弟 并坚信那具残缺的骸骨就是他的哥哥尼克 因为他十分地确定 尼克在失踪前手上带着一只银手镯 可即便是这样警方对此也毫无头绪 只能暂定是自杀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丽亚突然站起来反驳地说一定不是自杀 可刚说完她就忐忑地坐下来 因为她心里比谁都清楚 即使把自己穿越的事情说出来 也不会有人相信 想要知道真相只能亲自去查 本打算从妈妈这里打探一些线索 毕竟他们曾经一起组建过乐队 还是高中同学 可妈妈听后却是疑惑万分 不知道丽亚从哪里得知了这些陈年旧事 与尼克的过往她也闭口不谈 解释说他们只是认识但不太熟 听到这样的回答丽亚惊恐万分 心中不免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也许尼克的死与妈妈有关 为了查明一切的缘由 她再一次让自己沉睡过去 打算穿越回到三十年前 重新复魂到尼克的身上 弄清楚她到底与谁结怨 可没想到一觉醒来 她竟然复魂到了妈妈的身上 这可把丽亚吓坏了 但转念一想 这样一来也许就能搞清楚 妈妈到底在隐瞒着什么 在妈妈的房间里 发现了一个蜜蜂的盒子 试了几次密码总算将其打开 里面放着一些陈旧的照片 但一个漫画挂坠引起了她的主 只见一男一女抱着吉他 背面写着巴黎梦想 不仅令丽亚怀疑妈妈 在与爸爸结婚前 会不会与尼克曾有一段感情 正准备出门时 竟然看到了年轻时的外婆 丽亚欣喜万分 因为自打她懂事起外婆 就因病离世 如今见到真人 她感觉无比的亲切 可当她来到学校 父亲第一时间就亲了上来 显然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交往了 突如其来的情况 弄得丽亚浑身的不自责 可还没等她缓过神 尼克落寞地从人群中走过来 询问到是不是因为 自己把事情搞砸了 显然被丽亚占据身体后 对自己昨天的行为模糊不清 丽亚听后眼神多省 可没想到尼克并没有打算放弃 匆忙地感到俱乐部 请求女人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见女人不肯 直接操起吉他开始演奏 当悦尔的歌声响起 女人总算被打动 决定保送两人去巴林 之后尼克带着丽亚回到了农场 打算偷一些大麻庆祝 却不小心被正在练枪的 农场主儿子派一发现 两人见状撒腿就跑 可没想到派一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在后面解锥不舍 接着砰的一枪打伤了丽亚的手腕 幸好是千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尼克的关心 丽亚变得魂不守舍 竟然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此时丽亚不知不觉竟然爱上了尼克 但没想到却被尼克一旁推开 毕竟在她的眼里根本不知道丽亚的存在 只知道好哥们的女人她不能跑 这一刻丽亚也总算弄清楚妈妈丽亚并没有私情 可令丽亚没想到的是 年轻时的父亲心眼真的醒了 因为发现尼克带着妈妈私自外出就粗意打的 虽然没有当面表现出来 却躲在角落里开始自残 见到这一幕丽亚无比的自责 但转念一想 会不会因为父亲的粗意动了杀心 等她醒来后 第一时间询问起妈妈 明明拿到了去巴黎的资格为什么没有去 听到这句话后妈妈惊恐万分 因为这些事她从未和丽亚说起来 她又是从哪里听来的 父亲则是含含糊糊没说几句 找个借口直接离开 见到这一幕 丽亚对父亲的猜疑愈发的强烈